日前 中共中央国务院引发了有关2014年至2020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并通知各地区部门要推进所谓的城镇化要求和目标 而专家表示 中国地方政府不断地圈地 把民众的土地给剥夺了 这些湿地的农民却进不了城 也回不了乡 处境悲惨 另有专家认为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需要转型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只是一纸户口变更那么简单 保障对接还存在着体制机制上的障碍 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 大量农村土地被征收 占用 开发 不仅影响农村发展 而且威胁粮食安全 同时 湿地农民还面临种地无田 就业无港 低保无分的困境 中共当局日前提出新型城镇化规划 计划从今年到2020年的6年期间 将长出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长出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 二百分点左右 而且还要努力实现一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 和其他长出人口在城镇落户等 中共政府的户籍政策就是在上市的50年代 强制地分成城镇人口和城市人口 开始的时候 农村人只能生活在农村 对于城市的居民的福利待遇 相差很多 日前中共开始进行了城镇化的这样的规划 目前中国农民的湿地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 土地农转飞速度太快 土地征战规模过大 湿地农民群体越来越多 二是 对湿地农民补偿太低 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 三是 湿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及再就业困难 当前 中国的城市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 是新农保的30多倍 显然 较低的新农保养老金 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而中国的城镇化率 近年来每年增长1.3% 每年相应增加的城镇人口约有1800万人 但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不到1200万个 出来不起 年轻的还可以 年轻的上去工厂去打工啊做工啊 但是年纪大的人比较悲惨 因为他们的土地也没了 还有土地的话 它最起码能送出粮子 大陆21世纪网报道 农业人口转移洛湖城镇的人均公共成本 以安徽省为例 在10万元左右 个人成本不含购物成本超过15000元 而安徽省城乡居民的社保差距在5比1以上 有专家提出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需要转型 大陆中科院院士陆大道向21世纪网表示 城镇就业是决定城镇化速度 城镇规模的主要支撑条件 近年来 中国城镇化速度较快 产业支撑无法跟上 城镇就业岗位的增加 赶不上城镇新增人口的增长 当前 中国大陆因争敌问题 引发的群众抗争越来越烈 而如何让那些处在夹心层的 湿地农民安度晚年 同样也令人担心